那謝國良已經這個眼眶含淚了 金融有七個行政區全面的投下了不同意票 也就是這個謝國良 贏得了大部分金融市市民的一個認同 這樣子啊 就是說要罷免謝國良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就是說 就幾個字罷免謝國良的理由是什麼 我到現在為止 我現在看電視看新聞 我現在找不到那些要罷免謝國良的人 說出來要罷免謝國良的那個理由 我真的還不曉得他們講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們沒有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 來講說任何的選舉都是一場戰爭 那個戰爭就是正義之戰 那你現在把謝國良拉下來 就是因為謝國良違反了正義嘛 那你告訴我他違反了哪一條嘛 對不對 他上台也說幹了一年 是不是 然後呢你說他做得很差 那他差在哪裡你告訴我 是不是 所以就這個戰爭是發動了有點莫名其妙啦 我覺得這裡面當然有政黨的色彩 有些政黨大家躲躲藏藏的 可是他的聲音 他的影子都被看得清清楚楚嘛 對不對 你不如說這是公民自發的 每一個所謂的公民自發的 那個運動的後面 都有很濃厚政黨的顏色啦 那個都不要騙人了啦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對謝國良來講的話 他就是通過了一場戰爭 這個戰爭讓他非常的辛苦 也帶給他家裡有非常多的壓力 那當然也給藍營的支持者很多的焦慮 可是他通過了這個考驗 我認為是好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給所有的 我想這個沒有站在政黨的立場 因為我也聽到藍軍人 他們現在有些人受到感動說他們開始 It's my turn 現在輪到我了 我要開始要罷免綠色的人 我認為這個都不太好 每一個任期 每一個任期都是一個罷免的行動 因為你有四年的任期 你把四年做完 做完以後 你如果還要再選舉 那個選舉就是百姓做出 另外一個選擇的時候 那是另外一場的罷免行動 所以我覺得不要浪費人民 這麼多的資源 公共資源 這要花很多的錢 你看那些廣告 辦那些活動 那花很多錢 就最重要 沾用了太多公共媒體的資源 我們這國家是不是 沒有什麼事情可說了 就是要圍繞在一個 很虛偽的仇恨裡面 所以我認為 每一個黨都沒有權利 隨便去罷免人家 到此為止 把你的力量用來建設這個社會 而不是紀律部的破壞這個社會 造成人與人的對立 政黨與政黨的對立 更嚴重 真的會到此為止嗎 可能不見得 不過謝國良自己講說 希望基隆不要再有衝突 因為有人提議要罷免童子偉 他是基隆市的議長 那他說不要這樣 不要再有衝突 因為大家都很疲憊了 今天這個為什麼基隆的勝利 這麼重要 因為基隆的勝利 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罷免理由 是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可以換一次的 那基本上 選民不會買單 你想要在全國複製 這種大罷免時代 我覺得市民都看在眼裡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選戰 我覺得有幾個可以觀察的點 第一個 就連民進黨在那邊 比較綠的人愛跟欺毒 通通國民黨都贏 不同意全部七區裡面 全部是全面大於贊成票的 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 大家講說這個謝國良 然後你清全黨資歷 你才這個八萬六 你要去看 2022謝國良的得票是52.92 這一次他的得票是55%是成長的 代表基隆市民是肯認 基隆的謝國良這兩年的政績 那反而你去看到林佑昌 他在選前一天告訴大家 101010不是講得很開心嗎 我們的密碼就是10101 就是他以前拿十萬票的時候 結果開出來六萬九千多票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民進黨從他所有的媒體資源 他台面下的動員 他所有排山到海的這種 中央的執政資源 接下來基隆市民還是對於 這個林佑昌過去打了叉叉 這個叉叉有多誇張 六萬九是沒有過門檻的 是連門檻都沒有過 所以兩個事情是這個民進黨的挫敗 第一個 他們的贊成票沒有過門檻 第二個不同意是高於同意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會牽涉到 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也是國民黨或是索爾債的力量 在面對明年的大罷免時代 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一定要熱戰 你說真的 如果你今天是冷戰的話 他們一樣拿六萬九 然後你就拿四五萬啊 因為你沒有把票吹出來嘛 可是我們吹出來了 我們把票撐到八萬六 我告訴大家 謝國良 二零二六他的連任 八萬六他也OK 他也可以連任了 他只要再把這兩年市政做得更好 他可以往前走的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當然覺得這個 在野力量的整合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場我們麥克風也感謝 台灣民眾黨的委員 跟所有的小草 對我們的支持 這就是在野力量的展現 在野力量合作就是在這邊展現的 所以我覺得基隆的典範 基隆市民手上的光 他這一個火 其實這個火種應該傳給台灣